大家好,我是小琪 来看一下这些什么 这是上次修剪,修剪下来的锈球花了之条 有的话有说 你怎么不说锈球花扦插呢 你怎么不去扦插呢 因为我觉得扦插吧 这个锈球非常容易成活 你从买锈球你就知道了 它一般扦插苗一两块钱 两三块钱就能买到 有的几十块钱能够买到一百克 他们都是卖的非常便宜 为什么呢 因为锈球太好扦插了 小琪之前的时候 锈球贵的时候也一直扦插去出售 现在便宜了 你说我那棚工地方又比较小 所以说扦插上那么多浪费地方 所以说我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扦插 扦插非常容易成活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这些开花的枝条 开花枝条从花下往下看 你去看到的话 你会看到它的芽点 能看到饱满芽点的 你直接保留着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 从花下第一对叶片给它全部剪掉 第二对叶片 你就可以保留着直接扦插了 只要芽点饱满的 我们修剪下来 一对叶片为一个扦插插碎 然后修剪下来以后 上部保留一厘米 下部剪上一个斜口 这样所有的枝条 全部这样修剪就可以了 修剪完成以后 我是直接用阴阳土 剩下点松树皮 我就直接掺到里边去了 阴阳土里边是加了珍珠盐 椰康之类的 这样透气性比较好 然后将插刺 一个一个的插入土中 插进去最少两三厘米 这样扦插好了 你直接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这种方法是大棚里普遍用的方法 因为用土扦插 它养分充足 后期长出根来以后 它长芽的速度会比较快 根系会长得比较发达 如果用枝石的话 它牵扯的时候 根长得比较慢 而且长出根来以后 后期就没有劲了 所以说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因为它非常的容易成活 牵扯好了 我们需要做的是 放到一个可以煎散光的地方 一定要煎散光 而且要保湿 最好是每天早中晚 各喷水一次 看着土表稍微有点干了 你就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这样它的土壤一直湿润的 只要脱风好 能够煎点光 最多两周的时间就会长 一个月的时间 根系就会长得好 然后它的牙子就开始萌动 到时候如果说出苗了 你就可以正常的移栽了 看着牙子长到两三厘米 就可以正常移栽到新的花盆里了 这就是牵扯的方法 当然了 你也可以采用枝石牵扯的方法 但是那个牵扯的 好多人说在室内 一不见瓜 二不通风 很容易出现黑杆的情况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方法 这个生活率是比较高的 如果觉得小七说的还可以 别忘了给小七点了 点关注再走